各位賓為你們好,又是我NO.7瓦珠仔 這隻錶是我今天第三隻的推介 但珠仔很喜歡這種風格的手錶 因為它是一個Pisage Style 60 即是精工的Pisage 六十年代的風格 這個錶總是很有復古味 我先拉近這個鏡頭和大家講解一下 你看到這個鏡頭做了一個復古的拱形玻璃錶面 但它好像一個膠鏡一樣 另外它在顏色配搭上面就是 它做了一個黑色的鏡頭 然後做了一些金屬的字釘 但這個金屬字釘的形狀都比較復古的強 好像一些舊款的手錶 以前的舊款手錶 然後它寫了Pisage 正階的字 還有三點位置寫了Seiko 都是正階的字 另外九點位置 它做了一些時裝的元素 它做了一個OpenTart 一個透視日力槍 而上一點踏10踏11的位置 它做了一個24小時盤 24小時的顯示 它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另外 玻璃邊位置 它做了一個銀色的邊線 光芯 這裡是銀色的光芯邊線 然後它做了一個雅色的鋁片圈 但這個鋁片圈是不能轉動的 你看到標觀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標觀位置有一個拉推管 沒有做到螺旋色所標觀的 五個巴的防水 這隻標上面的標觀位置寫了S字 S字是精工的 這個標的名字真的沒有改錯 Style 60 就是一個六十年代的風格 我總是想不出它 怎樣令到我覺得它有一種復古味 但確實拿著標的時候 我看 第一眼我錯覺 以為是膠鏡 其實是玻璃來的 做了一個小小的拱形 另外它整個標的顏色 配搭再加上黑度 令到復古感更加增強 但又不會太老套 因為做了一個開啟 這個4R39機芯 可以手上發調 動力儲能達到41小時 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大概轉二十多下 就上滿41小時的動力儲能 有個24小時盤 踢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4R39機芯 先試一下踢起 踢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較時間 都比較緊致 我知道為甚麼 為甚麼有一種復古味 就是它的針形 顏色 你看到24小時針 再加上時針分針頭 做法都比較特別 好 好 給大家看看 夜光 看看有沒有夜光 針分針和黑度前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的 好 錶腳位置 錶圈做了啞色的鋁片圈 不能轉動 是一個裝飾的 然後錶腳位置 做了拉絲不鏽鋼 你看到它這裡 做了一個斜剪 做了光芯 這裡 這些細節造工位 可以欣賞一下 延伸到側邊部分 都做了拋光的處理 光芯 耳蓋位 做了拉絲不鏽鋼錶帶 你看到它都是實心鋼 錶帶也厚 好 它不是錶扣 錶扣 錶扣打開了 看一看 一個保險制的摺疊式錶扣 打開了做厚橋 它不是做薄橋 做了厚橋 上面中間位置 一個SEICO的凹凸 的押沖標誌 好 這個就是一個透視的底蓋 有一個膠膜 不是化了 這隻就用家天堂 因為這隻Style 60 建議零售價 官網是4,480 豬仔這隻是水貨 會拉絲 曲 但用不影響 保養 豬仔也開單 做一年保養給你們 不用擔心 24石 24個Jeris 但如果你說儲的 就未必適合你 好 最重要的三隻字 看看標誌有沒有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5個巴的防水 24石 Japan 透視的底蓋 駝也做了金色 甲板也做了銀色拉絲 4R39的機芯 一個螺旋式嵌入的底蓋 反正面看看 正面這裡也有寫Japan Made in Japan 但如果夠眼看到的標誌 就可以看到 我們拉遠一點給大家看 遠鏡 看看是否豬仔說到這麼復古 我自己很喜歡整個標的佈局和配搭 這隻標的標徑是40.8mm直徑 而厚度是12.8mm的厚度 Luck to Luck就是47mm 試試戴上給大家看看 整隻標 想不到這個Style Sixty都用了厚橋 很多時Pisage都是做薄橋 除非很貴的Pisage 但這不是很貴的Pisage 但也做了厚橋 豬仔推薦多少錢 用家天堂 6折 有找的 2680 2680 Pisage Style Sixty 定價4480 外面坊間上網也搜尋過 市價大概是3300至3600不得 豬仔推薦2680 超順價 但只有一隻鹽貨 都是老規矩 只有一隻鹽貨 如果有興趣標為就不要猶豫 可以儘快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可以告訴你你喜歡這隻Style Sixty 六十年代風格精工 有興趣的就盡快找我 在手錶概括內容下方 有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可以 喜歡這隻手錶的 記得按讚 豬仔 豬仔很努力的介紹 不同類型的手錶給你們 如果你還沒訂過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下次還有新標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嗎 希望你喜歡這個豬仔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